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们看到了吗 郑重哈雷琪组团的勇士们 华叶千山万水 千里走单起抵达海花岛 把你们的热情送给他们了 好好 他的长度奔行2500度里 就是为了追随武林峰的旗帜 和心中的偶像 呐喊出爱与祝福 谢谢你们 海花岛 我们来了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海南丹州海花岛 有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中国红 红西凤 独家冠名的 要是海天 那大陈香杯 武林峰 环球拳王争马赛 丹州海花岛战的比赛现场 欢迎大家的光临 我们今天的比赛很有可能 让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 让人争论不休的话题 逐渐的变得明朗化 那就是谁才是中国自由搏击 七十公斤级的统治者 那今天我们进入到七十公斤 世界金腰带挑战赛 两场半决赛当中 欧阳峰当仁不让 那帅棋呢 表示严重不服 那还有韩文豹啊 虎视眈眈 所以说今天热闹了 别的咱不说 到了海南走啊 一人一个小红包 一人一个小红包 我的小鸡下站 等看明天或者后天 甩一把 呀 这床真舒服啊 关灯 睡觉 哎呀 走 海南 丹州 海花岛 海鸟 走 海南 咬了一口 海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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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玩意也太大了 马上打半决赛了 这也不回不提提 这还去钓鱼了 不过打电话说半小时 这还不回来 我得去找个去 方舟 啊 马上打半决赛了 还在钓鱼 赶紧回 教练你下来来一个 这有个大鱼在这 我看见了 赶紧上来 赶紧上来 赶紧回 休息 这 三点一跳 赶紧走 赶紧走 我明天我打完比赛 我绝对来 我再来一个 咱来一次不是在放松吗 这半决赛都过来玩了吗 这有风 都被吹感冒了 赶紧走 快点 快点 我们首先来进入那一场65公斤级的超级战 两位00后的新星强强对决啊 谁才是65公斤级未来的希望之星 我们首先为他请出蓝方选手代表了山东浩月 博军俱乐部今年刚刚20岁 遗憾的是赛前超重扣掉了一分 我们有请刘胜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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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corre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场上裁判李锐比赛现在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蓝方选手刘胜浩赛前撑重超重 现在被扣掉一分 而且超得挺多呢 年轻运动员有时候在体重的控制上 还是缺少一些经验 是 你自己主攻哪一个级别的话 那你平时的体重保证在什么情况下 然后在比赛的前几天 你能够顺利地把这个体重降下来 这是最好的 对 好 这是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65公斤级的一场超级战 是 红方选手是尔康 来自博州小明搏击 蓝方刘胜浩来自山东浩越 两人首次交锋 然后要试探一下 打得比较放松 尔康在武林峰的战绩是四胜五负 南方刘胜浩 武林峰战绩一胜一负 一次KO 刘晓明 刘晓明 尔康是刘晓明的侄子 对 其实尔康这两年进步得很快 对 别早 男方刘胜浩在这个超纵被扣掉一分的情况下 我觉得他应该力拼一下 是 他 确实你看场上现在打的也是比较有 有进攻性 他可能知道自己肯定在分数上面没有优势了 是 而且在接下来的三回合当中至少要拿下两回合才有机会 对 所以要打得积极主动一些 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两个人 还在适应这个阶段 是 尔康一如既往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个技术流打得比较冷静 其实跟他的这个师傅其实还挺像 跟小明很像 跟小明很像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那么稍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挑战赛的半决赛 大家将看到的是欧阳峰和罗超以及韩文豹以及和任国豪的比赛 好 挤到出来干嘛 好 还有10秒 这个时候尔康你看他在变被动为主动了 好 尝试一下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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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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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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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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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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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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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